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患难 苦难 对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可能不知道 他到底有多痛苦 有多艰难 有多难熬 甚至认为 这个患难 很快就会过去 在我坐完 大肠切除手术之后 我以为 我的鼻会慢慢 好起来 可是 事情不是这样子发展的 我的身体出现状况 不能吃 不能喝 一直呕 我医生说 可能是我的大肠 出了问题 不能运作 所以要 用这个管道 从这个鼻子 一直插到这个胃 要把胃里面的胃酸 其他的东西 都给吸出来 而且不是一次 一天要说 好多次 每两个小时 就要做一次 抽一次水 所以这个管 要放在那里 好几天 那么我以为 可能只犯一天两天 怎么知道一犯就犯了十五天 那感谢主 也不知道怎么 度过那时刻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是那么的难熬 因为你是想吐 以前以为有钱 就没问题 肚子饿了 可以买东西吃 可乐 可以买饮料 吃 累了 可以躺在床上休息 但是 以为这些理所当然的东西 都不存在 那时 我完全不能吃 不能喝 不能睡好 有脚 不能下床 那管车在我的喉咙 真是太辛苦了 那每一秒 每一分 都是那么的残 那么久 但感谢上帝 上帝是我最大的依靠 是我最大的帮助 牧师 师母 传道 弟兄姐妹的代祷 和爱 是我极大的安慰 就这样 一秒 一秒 一分就一分的 终于挨过了 以为做了化疗 身体会 更好 怎么知道 更大的 苦难 在等着我 就是 痛 到现在为止 每天 每时 都在经历 这个痛 内附的痛 手术 后遗症 还有尿管 发炎的痛 有时候真的痛到 在床上打滚 痛到 坐在地上 痛到 针在地上 累了 不能躺在床上 晚上不能躺在床上睡 因为睡了 久了 就会痛 只能坐在这个 收发上 睡 但是睡不久 睡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要起来 因为痛 等到不痛的 再睡 一个晚上要起来 好多次 有时候真的太痛苦了 有几次我求上帝 寄我回去 寄我回天家 但是 上帝就透过 一位姐妹 把一段的牧师 讲道 信息给我 上帝也透过这位牧师 对我说 你不是很喜欢 侍奉我吗 为什么不在 这个最生病 最痛苦的时候 来侍奉我吗 不是更有意义吗 这时候 我才真正的明白 体会到 约伯 保罗 还有其他使徒的那种 痛苦 患难 尤其是保罗 被鞭打 被打 病重 被关在 监牢里 差点死去 但是他没有 停止服侍主 这见证给我 极大的安慰 和鼓励 是我 更加愿意地 来服侍主 无论是在 九路学教课 在小组做副组长 或是 在师班 还有其他的工作 每一个侍奉 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手持多会痛 因为身体的暖落 但每一个侍奉 都是恩典 都是洗的 是上帝 所赐给我的 祝福 保罗的一生 是我的榜样 是我的动力 今年可能是我最后一年 或是明年可能是我最后一年 但都不愿意 因为我今天 还能侍奉 我的主 愿上帝赐给我们 有亚伯拉罕的信心 赐给我们 有大会的勇气 赐给我们 有保罗的心智 和使命 弟兄姐妹 你爱 你的上帝们 为何不趁这个时候 还有机会 还有恩典的时候 来服侍我们的主 那我们快快一起来 服侍我们的主 这是上帝 给我们 极大的恩典 虽然每个日 是如此的难熬 如此的难过 但感谢主 祂的恩典 托住我 祂的能力与我同在 祂的恩典 总是够用 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 对主说 我活觉是基督 死也为基督 无论是生 是死 总是主的人 但我们之后 要对上帝说 那美好的仗 我打过了 单行的路 我走进了 所信的道 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 一有荣耀的光明 被我潜流 变上帝师父大家 敢动 existing wart 还有 夸忍 健康 团